7月19日,王心灵晒照并发文,录音空档看书,经纪人头拍,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喉咙好多了,不要担心,一切顺利哦,书,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,照片中,王心灵穿着牛仔外套,正专心低头看书,看得出十分认真,前几天王心灵发泊称,因喉咙痛中断录音,粉丝都十分担心,见此都暖心表示,baby要健健康康的啊,真正的女人最美,好一点了也要注意哦,一有空脑就随时喝点水润润喉,近日忙于为新专辑录音 的台湾歌手王心灵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自拍,并配完成,表示受喉咙影响,要到耳鼻后科报道,更像粉丝派来定心丸,目前没有其他感冒症状,希望只是单纯的喉咙发炎,吃下药药就可以了 照片中,王心灵留着短发,只肘侧侧卧,光晚知性而又优雅,网友也是十分担心留言关心道,baby辛苦了,多注意休息,不用这么拼的,工作很重要,身体也很重要哦,专辑我们不着急,先休息一下吧,多喝温水 保护嗓子